致力保存传统文化有居民自发性收集文物的奇美部落文物馆 日前招新任瑞穗乡长陈静光无预警解聘驻管人员 引发部落反弹 也引起其他部落的关注 17号由台湾原住民泰鲁哥族学生青年会 以及瓜林部落大学合并办理的部落面对面座谈活动 第一场特别邀请奇美部落居民前往同门部落座谈 要将近日部落招售的事件和同门部落居民分享 并提出反省以及未来的自救方法 最重要的就是要维系住这个一个部落的集体权跟部落自主权 如果我们连这个都不能够坚持的话 一旦我们改变了这样的一个价值的做法 根本就不可能有延续 也不可能部落也不可能能够继续推动下去 奇美发展协会总干事指出 奇美部落文物馆事件显示出 公所默示部落居民长年的经营 也忽略了部落的集体权以及自主权 呼吁族人要坚持捍卫部落的权利 而同门部落主席则强调 原住民族一定要自治 未来无论是部落社区营造 或是争取族群主权 只要受到不平的打压 就该反制宣誓自己的主权 未来一定要朝向自主经营管理 奇美部落是为了他们的文物 捍卫他们的文物 就跟我们同门部落一样 捍卫我们的人文自然生态 所以记在这里是理念一样的 部落面对面座谈活动 未来还有四个部落将进行讲座 而协办人表示 希望透过座谈能够汇集部落意见 未来将整理城策交友圆明会 让中央重视地方的声音 也让各部落间可以互相学习 互相声援 让部落可以自主永续发展 记者综合报道